郭老师 我 我这段时间啊 我发现你总是闷闷不乐的 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你不能总这么憋着 这时间长会做病的 我怎么说呢 是不是黄老师那闺女啊 这孩子岁数不大 可是脾气挺古怪的 肯定是他 是吧 我真的是看不懂这个孩子 他刚来的时候 其实我是处处陪小心的 我怕他认为 我是他们家庭破裂的源头 所以我想感化他 但是后来我发现 根本就没有路 他总是变着番地 在折腾我 你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那么大的孩子啊 他 他 叫什么 叫叫 叛逆期 对 叛逆期 可能都这样吧 再说 后妈难当了 是吧 我是觉得 你有什么事啊 你 你跟黄老师说一说 让她出面跟她闺女说说 她人在外地睡了 你不说 你总得试试啊 你整天这样的话 我看着都心疼 要不 要不你有什么 觉得憋屈的时候 你找我说说 谢谢你啊 老子 那行 那 那你慢慢吃吧 你的包子 你 你吃吧 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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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吃这个是热的 你吃 我吃这个 你吃这个 你吃这个 thing 你吃这个